又是一年一到的Art Bezel 今年我就去了國際展覽中心參與這個藝術一大盛事 怎知道去到門口 就發現原來你根本沒有錢去 原來這裡就是我和Art Bezel最近距離 最近西九文化區搞了一個大型藝術裝置叫做普普瞬間 是一個由釋尼藝術家Atelier Sissu 搞的一個戶外大型藝術展品 他這個作品其實在全世界周圍都有擺設 都是一些很漂亮的大型泡泡放進西九文化區 所以很有趣 我自己覺得這些戶外的展品最主要都是吸引人流 都是給別人拍照啊 拿一下卡 這個都是藝術最主要的功用 給一個空間 不同人可以參與去體驗 和製造一些回憶 去溝通 去一起欣賞 一起去看這個世界 去感受交流 這個都是藝術最主要的功用 現在大家聽到的音樂都是藍色多魯河 是小陽光師老師創作的一個交流 另一位是公主的一位 好極一樣 藝術的藝術裝置 我們有這個梵高樂印 是一個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製造的一個藝術裝置 我們這次是用了近代最有名的 藝術家梵高的作品 有一次用他的作品 用另一個方式去呈現出 給不同的觀眾看 他就在露天廣場製造了一個 圓形的 他們就播放一些梵高的出名的畫作 用動畫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背後你也會看到鐘樓 會有一些影響的東西 展現出來 配合那個視頻監視的東西 整件事就非常新穎 還有他也有加了很多的中國藝術 例如山水畫 而且他也加入了很多香港的文化 例如我們的渡海小輪 我們的漁船 我們的建築大廈 都會用了繁高的畫畫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也很有心思 在這方面看到這個藝術展品 還有他混合了很多香港的元素 我也覺得非常新穎 非常好看 所以我們是要看到的 我們要一陣子 我們要稍後 我們要這麼做一陣子 我們要從來 我們好好想聽 我們要做一陣子 我們要做一陣子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一陣子 來到了我們最後的一個展覽 這個就是由TeamLab打造的光烈 在天馬公園和中西區海濱長樂那邊舉行 這個展品非常豪大 你看得出有百多個發光的彈 做成一個藝術裝置 這些彈術會隨著你的觸動會變色 而且自己也計劃了一些不同的變色 所以看下去的變色真的很漂亮 這個項目號知也非常多 而且也是一個免費的展覽 所以大家記得上網報名 然後就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展覽的中心思想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出來玩之餘 就是他們一起互動這些彈術的時候 就好像說你都會認識周圍的東西 不要就是好像完了這個COVID之後 然後大家都記住 我們每個人都在這個社區 都在一起生活 那麼我們抽少時間出來 去知道或者認知 意識大家的存在 這個也是一小小它的藝術品的中心思想 還有拍照出來都非常漂亮 很值得大家來打卡 或者去欣賞一下這個五千萬的藝術展覽 也都播一些很溫柔的音樂 所以就非常之舒服 其實在裡面的時候 但是其實如果你不想進去 在外面也有些免費區域 還有外面看的感覺也挺漂亮的 所以也不用說真的特地走進去 或者你有時候下班在那裡走過 也是一個挺開心的一個體驗 我自己覺得 因為也很難得會看到香港有這些彈 在那裡發光 所以就有機會大家就過來看 這個展覽也是到6月2日 希望大家就抽空去欣賞一下這個 這個美麗的光年 是四個月圓展規 然後買一間歸抑圍 打成五個月的雙小 在外面也沒有看過 尼熊心 這間歸抑圍 不算有簡單 是在夏天的地下 所以我自己看著 Sl 就是她的鵡巾 不算有些人 一丸就知道 來家墨園 但是家墨園 那些是在韭 Fred 這間歸來到西館 很感謝大家收看第二集的你沒錢去Arp Basel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這個series 希望大家like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希望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些不同的影片 人生本來是痛苦 恨好環有藝術